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WeGoFM外国电台,我是MC Sally 不知道大家的恋爱是不是一帆风顺呢? 只是Sally看到的爱情都不是那么顺利 总是会有一些瑕疵 是一些想起来就难过心酸的瑕疵 这期节目想跟你们聊一聊恋爱中的心酸事 你们也一定听过这样的一句话 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 Sally首先想到的心酸事就是这个 明明两个人的感情已经淡了 却还是拖着这段感情 前阵子朋友心情不好 约我出去喝酒 说最近一直跟男朋友吵架 想分手但又放不下 问我该怎么办 她说自己的男朋友 虽然早就没有什么感情了 却还是出于惯性依赖 不想分开 现在每天都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问候 是多余的 不问候呢 又显得冷淡 得过且过着 明明心里不开心 却无从开口 又过了一个月 她告诉我说 终于分手了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熬 虽然偶尔心里还是会空落落的 但整体上反而过得 更加轻松和快乐了 其实我想 两个人之间最糟糕的状态 大概就是 关系还在 然而感情却没有了 与其这样 还不如洒脱一点分开 今后互不打扰 各自按好 孙燕姿的风筝 分享给你们 希望我们在爱里 都能活在当下 不练过去 也不惧将来 有时候爱 恰恰就像是手里的风筝 该放手的时候 然后就不要再纠缠了 天空多美妙 请你替我脚一敲 天上的风筝 哪儿去了 一眨眼 不见了 谁把她的线 剑断了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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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的我们 哪儿去了 又太远 我忘了 如果你想飞 我明了 你自由也好 我不要 我不要 将你多帮助 我一秒 我也知道 我天空多美妙 请你 替我揪一揪 天上的风筝 哪儿去了 你眨眼 不见了 谁把她的线 天空多美妙 拉到人 哪儿去了 避免 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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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远 替我搅一搅 看你穿越云端飞得很高 站在山上的我大声叫 也许你呀不会听到 把梦想找到 要过得更好 我不要 爱情的一朝 会微笑 眼泪不转掉 我很好 后来的你好不好 你会知道 我没能走掉 回忆 长大后的恋爱总是有一个心酸的问题围绕着小情侣们 父母不看好的感情还要不要继续呢 我身边有太多的情侣被父母和亲朋好友所不看好了 其实说起来我爸妈也是这么一对呢 当年我老妈是城里人家的小女儿 长上明珠 偏偏喜欢上我老爸这个没什么文化 看起来也好像没有什么前途的农村人 他们的恋爱自然也遭到了姥姥老爷的强烈反对 但热恋中的小情侣 哪里管得了这么多呢 自顾自的结了婚 之后就有了我 长大后 我问过老妈后不后悔 老妈说 从不后悔 因为老爸一直在用事实和行动 证明自己对老妈的爱 我老爸一直很努力的赚钱 平时对老妈也是关心被制 而老妈呢 平时就逛街 喝喝下午茶 也不需要工作 每次说到老妈不工作的时候 她总会骄傲地抬起头说 自己有老公养 老妈现在四十多岁 还活得像个小女孩 提起来也是让我羡慕的不行 不过呢 Sally还是觉得 如果被父母不看好的是对方的家庭 或者是前途 那么两个人大可在一起 努力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给父母们证明我们可以很好 因为不被看好的是物质 而不是人品 但倘若父母不看好的是对方的人品 那也许两个人坚持在一起 以后也很难幸福了 毕竟父母的处事为人经验 都比我们要吩咐的太多 接下来一首李荣浩的 爸爸妈妈送给你们 希望大家该听爸妈的话的时候 还是要听进去 也希望所有听众的父母 都能够恩爱如初 白头到老 我曾经很想知道 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 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头 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 很少主动拥抱 就算为了自豪 腼腆的笑 要强而流低调 穿得不了 我曾送的外套 过时也不丢掉 还是一样 太多力所应当 让人觉得平常 不算太小的方 冬暖夏凉的那肩 放着我的床 歌颂这种平凡 一辆聚强不安 恩赚如深 听起来不自然 回头去看 这是说了些些 凡而才亏欠的情感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 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 足够我生活 年少的情况不能用来挥霍 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 爸爸妈妈总说 经历的坎坷 是度过青春的快乐 这时候这个季节 又响起了这首歌 还是一样 太多力所应当 让人觉得平常 不算太小的方 冬暖夏凉的那肩 放着我的床 歌颂这种平凡 一辆聚强不安 恩赚如深 听起来不自然 回头去看 这是说了些些 凡而才亏欠的情感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 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 足够我生活 年少的情况不能用来挥霍 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 爸爸妈妈总说 经历的坎坷 是度过青春的快乐 这时候这个季节 又响起了这首歌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 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 足够我生活 年少的情况不能用来挥霍 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 爸爸妈妈总说 经历的坎坷 是度过青春的快乐 这时候这个季节 又响起了这首歌 第三种心酸 大概就是所谓的 破罐子破摔吧 我的朋友小黛 和男朋友在一起不到三个月 就分手了 两个人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还很甜蜜 可到了后来 缺点暴露的越来越多 偏偏两个人谁都不愿意让步 最后只能以分手高中 有一次 小黛的男朋友 一晚上都在打游戏 小黛打了很多个电话 都没有人接 事后小黛就有些生气的 埋怨了此句 没想到 男朋友直接对他说 我就这样的人 受不了 就分手 小黛以为 男朋友说的是气话 也没太在意 但之后的日子里 基本每次吵架 男朋友都会对小黛说这句话 带着一点点威胁 有无赖的味道 听多了 也就自然而然地分手了 我想 在一段感情中 总是说这样的话的人 心里一定是不在乎你的 因为在乎你的人 愿意舍身处地地为你着想 也不会轻易 以分手威胁 接下来的这首 I'll Change For You 送给你们 要相信真正爱你的人 愿意为了你而改变 愿意为了爱而牺牲 愿意为了你们的共同未来而努力 而不是拿着感情 作为儿戏 轻易放手的人 I'll change for you I'll change for you I'll change for you I'll turn night into day And I'll change for you I don't care what the books say Oh I'll change for you I don't care what my friends say I'll change for you And I won't make you pay Cause everything reminds me of you The baby's here The old man's smile The silent scream The lover's cry So I can do nothing but change for you I can do nothing but change for you All the rules that we'll learn I'll change for you I'll change for you I'll be all that you need Cause everything reminds me of you The baby's here The old man's smile The silent scream The lover's cry I can do nothing but change for you I'll lie by your side And whisper your name I'll clock all your dreams And not go away I'll let go my past Write your name in my skin I'll travel through time To love you again And I'll change for you I'll just wait for your word Oh I'll change for you I'm what you need I'll come on Oh I'll change for you I'll turn night into day And I'll change for you I'm not giving my best I'll change for you I won't stop to your rest I'll change for you And I won't make you pay 第四种心酸一定是大多数情侣都体会过的异地恋 不知道她那边今天是晴天还是下雨 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不知道她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小秘密 更不知道你们这段的感情 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渐渐变质了呢 我身边的一对情侣 Mandy和Leo 高中在一起三年 大学以后就开始了异地恋 朋友们都以为 这两个人能圆满坚持完这段爱情长跑 没想到 异地不到半学期 他俩就分手了 分手的整段剧情也很简单 Leo在大学社团里认识了一个学姐 两人互相有了好感 一起吃过几次饭 看了几场电影 平日里又是朝夕相处 感情就迅速升温 在Leo试图告诉学姐 自己有异地的女朋友的时候 学姐抱着Leo伤心地哭了很久 而学姐的无助和眼泪 也让Leo最终选择了 近在身边的温柔 离开了远方那位 日渐身份的昔日恋人 Mandy后来跟我说 她能想象到 Leo和学姐在一起的每一幕 想象到所有的爱美 体贴 温情 甜蜜 但最最心酸的是 她却什么也做不了 当这一切上演的时候 她身在千里之外 只能像个局外人一样 被动而无奈地 接受所有改变的发生 原来大家常说的 距离打扮爱情 就是这样的滋味啊 酸酸苦苦 瑟瑟的滋味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 想必会勾起 所有曾经有过 异地连回忆的朋友们 心底的那份 酸涩和温柔吧 来自于欧德阳的这首 《孤单北半球》 一起来听听看吧 我想念曾经铺满 我望着满天心在善 听牛郎对侄女说要勇敢 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 看我的问候 骑着魔胆 飞 用光速飞到你面前 要你能看到狮子心 又被寄信作伴 少了我的手被当枕头 你习不习惯 你的望远竟忘不到 我被半球的孤单 太平洋的潮水 跟着地球来回旋转 我会耐心的等 随时欢迎你看完 少了我的怀抱 当满路你习不习惯 一给你照片 看不到我被半球的孤单 世界再大量 可真心就能互相聚乱 想念不会偷懒 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 看我的问候 骑着魔胆 飞 用光速飞到你面前 要你能看到狮子心 又被寄信作伴 少了我的手被当枕头 你习不习惯 你的望远竟忘不到 我被半球的孤单 太平洋的潮水 跟着地球来回旋转 我会耐心的等 随时欢迎你看完 少了我的怀抱 当满路你习不习惯 一给你照片 看不到我被半球的孤单 世界再大量 可真心就能互相取暖 想念不会偷懒 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少了我的手被当枕头 你习不习惯 你的望远竟忘不到 我被半球的孤单 太平洋的潮水 跟着地球来回旋转 我会耐心的等 随时欢迎你看完 少了我的怀抱 当满路你习不习惯 一给你照片 看不到我被半球的孤单 世界再大量 可真心就能互相取暖 想念不会偷懒 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想到恋爱中还有一种心酸 更难过 大概就是我还在计划着我们的所有未来 而你已经想要分手了 小Z和男朋友从初中就在一起了 到现在为止 也有小十年了 后来他们因为工作的原因 分居两地 从每周见一次面 到越来越忙 半个月见一次 再到最近一次 两个人隔了一个半月 才见上一面 两个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 但小C却以为只是大家都很忙 在见面时还会一切如常 但就是前些天 一个寻常的夜晚 小C跟男朋友打电话谈论着 下次见面去哪家餐厅 拍怎样的照片 男朋友突然说了一句 不如我们分手吧 小C当时就愣了 他以为自己是听错了 但男朋友又坚定地 重复了一遍分手 然后挂掉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 他收到了一条很长的信息 大概内容是 男朋友想要自由一点的生活 谈恋爱 有一点累了 小C问我是不是自己 把男朋友逼得太紧了 总是缠着他说话 没有太在乎他的感受 但我觉得 当一个人真想要 跟你分手的时候 不管你做对 或者是做错了什么 他都是 想要跟你分手的 在爱情里 像小C这样的人千千万万 自己默默计划着 与对方的未来 但对方 只想和你分手了 这首《同步》 来自于范小轩 送给像小C一样的人 希望今后 你们都能和感情中的 对方同步 一起后退 也能够一起前进 因为我们双手链身 热度 努力各自的生活 追求不放弃的梦 冬雨下的反差 成了最可爱的交集 我们的爱是否同步 我偷给你 却偷给了它 只希望想绑球最后 会回到我这儿啊 我们的爱没有同步 你给的暗号已告诉我 这个说是代表了 一辈子的朋友 我偷给你 你爱身影的故事 我爱味道的热情 Alice发出了 我们共同 孤独的频率 总是调进回忆 想象中总是有你 思念是什么事 我都无能为力 我们的爱是否同步 就像你爱吃的李一字 破开的时候就是 心碎的声音 我们的爱不会同步 送给你最后的礼物 那是樱花凋落的 恋爱中的事情 大多时候 我们都无法像当事人一样 感同身受 但那份心酸和难过 却是人人都曾拥有的 一段感情中 如果对方总是觉得 你不够成熟 总是对你说一些 伤人的话 总是拖着感情 跟希望你去附和它 而全程都是你自己 一个人在撑起整段感情 那倒不如放手 如果一段感情 已经只剩下心酸 那何必还在其中 继续为难自己呢 让自己不开心呢 爱情里有得有失 有人难过就有人开心 但我希望 你们心酸过后 都能够重新露出笑容 期待那个 你开心快乐的人 出现吧 这里是Vigo FM 外国电台 我是MC Sally 我们下期再见